各位賓民們好 我相信大家到現在應該都很熟悉 Glide Sine 貫星的手錶 它有兩個都很有名的系列 第一個相信大家都喜歡 Pilot Watch 的朋友 就是 Airman 這個飛行員手錶 很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就是潛水的手錶 Combat Sub 譬如說這隻 42mm 錶徑 大家可能覺得這隻好像鎖屬面 其實沒錯 因為之前也有 42mm 的 Combat Sub 版本 還有這個灰色面 但這次是用了青銅殼 所以看起來有少少的分別 現在因為全部都是青銅手錶 全包了 我就免得去碰它 因為會氧化 最好是大家買回去之後 才隨著你的配戴習慣而氧化 最好沒有做透底 也是通用機芯改裝 大上有 7 吋的手錶 42mm 錶徑 也不會太大隻 畢竟是運動錶 而且是有 200 米的防水性能 這個灰色面加上青銅殼的配搭 真的坊間也比較少見 除了三針版本之外 不知道之前有沒有介紹過 Combat Sub 也有 GMT 版本 有雙色錶圈 再加上多一支兩地時間針 亦是費事去教它 通用機芯改裝 即可獨立調校 GMT 指針和日力 再配搭這條膠帶 膠帶上也有 Glycene 皇冠 扣也是銅色 非常配合 這次做透底 也是 200 米防水 因為都是 Combat Sub 這隻帶去旅行也很棒 膠帶 還有兩地時間顯示 還是 200 米防水 不大時不用遷就著 變色便變色 就是買青銅錶 只是這樣 亦給大家看 其實 GMT 這個版本也挺棒 當然它的錶圈 24 小時圈是雙向旋轉 剛才第一支三針的就是單向旋轉的潛水錶 我真的覺得自從疫情完結之後 真的越來越多 GMT 手錶 各大品牌 大小都推出 GMT 手錶 當然 到最後 也要談談重量級 之前也有介紹過的就是 Airman 44mm 錶徑 青銅殼的版本 真是超厲害 其實它是 GMT 但它在錄視位置寫著 World Time 其實使用了錶圈 都可以看到三地時間 亦做透底 鎖也有日內瓦直線打磨 這隻是 100 米防水 因為 Airman 系列 而不是 Combat Sub 系列 這隻當然是再有份量一點 喜歡大錶的朋友 這隻真的不容忽視 四時的錶桿可以拎開了 你便可以操作到它的錶圈 其實我今天真的不太準確 都是戴青銅的手錶 就是Hamilton Calculative Mechanical Bronze 我這隻是 38mm Combat Sub 42mm 大一點 而且它未變色 更加光鮮 好 到最後 四隻錶 一字排開 最右邊的那隻是三針 其他三隻是有 GMT 功能的 而第二隻 右邊數到第二隻 就是 Airman 其他就是 Combat Sub 200mm 防水 全部都是青銅錶 大家可以看到 Reference Numbers 但為何看不到價錢 多少錢 這些手錶 不需要擔心的 大家看看 Glide 線都知道 如果大家對 Glide 線有興趣 也可以去到西九龍中心的士輪坊 給 Wild Watch World Channel 優惠 那是甚麼優惠呢 最右邊的那隻 Combat Sub 現在的優惠價是 4280mm 至於其他那隻 全部劃一 就是 6680mm 我覺得這個價錢真的非常吸引 尤其對於沒有青銅手錶的朋友 或者沒有青銅再加 GMT 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都是 6000多元 基本上是 4000多至 6000多港元的優惠價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例如 Glide 線 冠星 支持地區小店和網絡拍片 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很大推動力 見到一些經典造型 以及性格比這麼高的手錶 當然要立即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